早安 您好 欢迎您加入集市新闻现场 带您关心新闻集市通 海巡署有名士兵在营区洗澡时 遭到电击意外当场倒地 海巡署初步调查 发现疑似是热水器漏电所导致 彰化有一名六巡阿贝有多项的钱壳 曾经购买汽油要烧毁邻居家 并当着警方的面将整罐汽油给喝掉 今年5月服刑出狱 如今父亲居民是人心惶惶 国际焦点关心高龄81岁的 美国总统拜登 日前在白宫观赏着 解放黑奴纪念日表演 被拍到在音乐声中 站着动也不动 这支影片惨遭对手阵营大肆嘲讽 国内最音消息在带您关心 星光元寿投资的星光新板结市宝 一次涉及步伐 导致星光元寿损失大约新台币1亿元 经过检方讯问后 今天上午7点多 令前董座吴东镜新台币1亿元交保 我们连线记者李佳妍 好 直播 画面中可以看到 今天清晨12点多 星光集团前董座吴东镜 移送新北减复讯 一下车不仅有四名保镖跟随 还戴帽子口罩包行情 五先生有没有什么话想说了 会觉得自己很冤枉吗 面对记者提问不发抑郁 还不断伸手阻挡镜头 同样被约谈的还有 星光元寿前总经理蔡雄继 副总经理林伟杰 不动产管理部副总卢奇遥 以及张良子 和负责经营新板结市保商旅负责人 吕炳贤 以及多家与星光元寿间有厉害关心人 会被移送负讯就是因为 时任星光元寿董事长吴东信 一次过去投资新建位在台北信义的 星板结市保有关 检调调查在2019年至2020年间 他与总经理蔡雄继等人把结市保租给关系企业后 却涉嫌为关心人支出装潢费等工程款项 没有为星光元寿最大利益考量 让星光损失约1亿元 另外还调查出高层委托结市保商旅 经营乐理还出租 无偿提供好几次房间给四五间关系企业用 让星光元寿短收好几百万租金 目前全案新金管会移送 依涉嫌保险法特别被信罪侦办 调查局缤纷18路搜索星光元寿有利害关心人住家 落叶甄讯后 星光元寿不动产管理部副总 卢奇瑶依200万元交保 前总经理蔡雄继也是200万元交保 副总经理张良子及时任星光元寿副总经理丁伟杰 宇杰市保商旅负责人吕炳贤则是100万元交保 而吴东记依1亿元交保 以上是最新消息主播